孙力老师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最佳女主角 近日邓超就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称 孙力要准备学真酒了 他还战战兢兢的写道 完了 看来超哥觉悟不错啊 直到孙力学会真酒后 自己就是小白鼠 早早的就给各位网友打预防真 真是要默默心疼他三秒钟 2005年 邓超和孙力因为电视剧 幸福像花一样结缘 两人将剧中的革命感情延长到了生活中 相对比其他音系生情的明星来说 他们是幸运的 后来又合作了甜蜜蜜和画币 2011年孙力生产的时候 邓超还专门消失了10个月来陪伴妻子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10年了 甜蜜的二人世界也变成了幸福的四口之家 儿子等等和女儿小花妹妹 也十分的乖巧可爱 邓超和孙力称得上是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了 两人自2010年结婚一直到现在都恩爱如初 相对比其他人的甜蜜 维持他们感情的因素 似乎变成了相互恶搞 在社交平台中两人只要同框 那么画风就会突变 虽然在社交平台上邓超经常会恶搞娘娘 但其实在生活中 超哥也是有名的怕老婆 一次陈赫去邓超家中做客 邓超直接就拿了一瓶红酒 想让陈赫尝尝 结果被孙力看到之后 直接就问 邓超你干嘛呢 邓超马上就将所有的罪名 推到了陈赫的身上 对于孙力的话也是言听计从 又一次比较搞笑 邓超很大方地请朋友们吃饭 结果就在吃晚饭要结账的时候 发现卡里钱不够 当时邓超就给孙力打电话 为了找回点面子 在拨通电话的时候 还故意提高声音质问孙力 我卡里的钱呢 而当时孙力直接回应这个月的忘了打了 而当时邓超正开着免提说话 孙力的回应不仅没有帮邓超挽回面子 还更加丢人了 而邓超虽然收入不菲 但是家里钱平时都是孙力在管的 据说每个月会给邓超600作为零花钱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 一个月600的零花钱确实也够了 但是邓超毕竟身份不同 平时消费都比较高端 如果真是这么点零花钱 那是连塞牙缝都不够啊 不过邓超怕老婆 也真正说明了 他足够爱孙力 一段好的婚姻生活 就是相互理解 相互管束 相互成就的 在父亲节这天 邓超也晒出了孩子送给他的卡片 整个画面充满了温馨和幸福 令人羡慕不已 其实在娱乐圈中 像邓超这样 能毫不掩饰的向网友们分享 自己生活的演员已经很少了 也正是因为这些分享 让观众不再认为 他只是在荧幕上的角色 而是和我们一样 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或许就是这样 孙力和邓超才更受喜爱吧 我想你的 我每到一店呢 都给你写情书